网络普及行动装置崛起 中共当局日前表示要耗资1.1兆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5.5兆建置高速宽频网络 不过隔天中国网络审查监测组织Gradfire 却公布调查表示中共仍然在钳制网络 连中文维基百科都被封锁 消息也引起网友议论 但国务院宣布 从今年起至2017年 要置资人民币1.1兆元 约新台币5.5兆元 打造高速宽频网络 并称这是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 要高速畅通 然而中国网络审查监测组织Gradfire 隔天公布报告 表示中共仍然这网络 连中文维基百科都被封锁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矛盾 因为我是搞这个计算机技术 我就知道 因为它这个网速的控制 越厉害 这个软件的作用 发挥的就越小 这个问题本来是糊弄老百姓 我觉得 中国的网速本来很慢 但是我糊弄人民吧 根本就不存在提高网速 还有网友整理 全球前30大英文网站 目前被中国封锁的就高达16个 只能透过翻墙工具 才能顺利连上 那你知道为什么被封吗 好像听说好像共产党不允许传播真相 这个就有百科 我听说主要是讲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吧 前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 日前也在脸书上贴文 照片上是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公告 提醒旅客 Facebook Google YouTube等九个国际知名网站被封锁 李开复开玩笑地说 这么贴心的服务 而网友也回应 提供翻墙服务才是好服务 另外还有人说 这照片可还是上了Facebook幽默 新唐亚特电视 雄斌黄维棠采访报道